向量图形的绘图模式 那么我们在使用向量图形绘图的时候呢 我们有几种模式可以选择 首先我来选择形状工具 然后我选的是自定形状 然后自定形状这边我随便来选任何一种形状好了 那么在左上角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有三个选项可以让我们来做选择 那么从左边开始 左边的第一个呢我们看到这叫形状图层 我们现在看目前在我的背景里面 就是个白色背景 我现在开始来绘制一个形状图层 所谓形状图层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在图层面板这边 本来只是一个白色背景 它现在增加一个图层遮瑟片 我们可以看到图层遮瑟片在这边 那它的做法和图层遮瑟片的做法一模一样 如果说我们要改变它形状 首先我就点它一下 然后用选取工具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来改变它的大小 甚至来移动它都可以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第二种 我现在在选回形状工具 第二种叫路径 它会产生一个路径 路径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详细的用法 请参考课本的说明 好那这边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个路径如果我没有选取它 譬如说我现在选的是形状的话呢 那么它是看不到的 如果让它出现呢 首先要到路径面板这边 这边也叫工作路径 点它一下 它才会出现 好怎么移动它呢 首先我们点选这个路径 选取工具在左边面板工具这边 工具面板 好它就可以移动 那如何改变它形状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点这个点叫控制点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直接选取工具 这样来点它一下 好它就产生被之曲线 我们可以来改变它的形状 改变它的形状 点它一下 被之曲线来改变它的形状 或者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笔形工具 来减少 减少 比如说把这个点删掉 把这个点删掉 或者说来增加点 来增加点 增加点 那么 我也可以直接这样拖曳 可以直接这样拖曳 相当的有趣 好 现在 涂层面板 我再把它切换过来 第三种呢 再来选回我们的制定形状工具 第三种 这个 在选项列的 这个叫填满像素 填满像素就好像我们直接 在我们的涂层做画一样 但目前我选取的是 涂层这片是不能 不能在上面做画的 所以我现在选背景涂层 那么 我现在只要拖曳 就 就好像我用绘图工具 所产生的 绘图效果是一样的 它是一体的 不能被移动的 好 那么以上呢 那就是向量 绘图的绘图模式 绘图